欢迎来到这里说事 大家知道吗 沙特开电影院了 35年以来 沙特是这个星球上 唯一一个不允许合法开设电影院的国家 而就在几天之前 沙特的第一家电影院开张了 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有趣的消息是 这家电影院可是中国人开的 因为这家电影院 是大人万达旗下的 美国AMC影业开设的电影院 沙特为什么允许开设电影院呢 因为沙特也要搞经济改革了 改革开放 不光我们要搞 不光我们北面那个邻居要搞 沙特也要搞了 为什么 因为土豪也缺钱呀 过去几十年来 沙特凭借自己的石油资源 那真的叫一个土豪国 咱们在过往节目中都说过啊 沙特国王出访的时候 那个飞机上都要自带电梯的 几十年来 由于有着卖石油的丰厚收入 整个沙特这个国家那都是躺在黄金之上 沙特普通老百姓似乎都不用太工作的 大部分脏活累活都是周边国家的劳工过来干的 然而地主家也可能没有余粮啊 这几年国际石油价格持续下跌 而且由于美国页岩气革命的成功 在可预见的未来十几年 这个石油价格是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的 所以沙特经济正在遭受着崩盘的危险 因为过往太安逸了太有钱了 而未来卖石油的收入会越来越少 所以沙特没有办法呀 一定要搞经济改革了 这一轮经济改革就是解放人性解放生产率 怎么解放人性 沙特现在啊允许女性开车了 大家可以想象到吗 这样一个国家以前妇女是不可以开车的 妇女是不可以跟男性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的 更不要说妇女和男性一块看电影了 把妇女解放出来 起码妇女现在可以自己去开车 而没有必要到国外雇一个司机来开车了 把电影院解放出来 让沙特老百姓可以在本国看电影 大家知道吗 在以往沙特老百姓如果想看电影 要开车几个小时到周边国家的电影院去看电影 就光这一项每年让沙特损失多少钱呀 沙特能够开放电影院 这个太好了 沙特今天有将近三千万人 百分之六七十以上是年轻人 这些人是有着大量的电影消费能力的 而过往这种能力完全被压抑住了 而更关键的是 沙特这一轮改革 将给中国企业很多机会 这第一家电影院就是中国企业旗下的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未来沙特电影这样一个金矿一定会让很多中国企业找到机会 其实相对于沙特的这个改革 我更想说的是 我们旁边那个邻居看样子马上也要改革开放了 很多人都说 这简直是四十年之前中国历史的重演 历史是会给某些国家第二次机会的 所以当我们今天欢呼沙特开放一个电影院 就能给中国企业带来很多机会的时候 我们更要思考的是 我们旁边那个邻居这一轮可是全面的改革开放了 这将给中国至少给中国东北一个多么大的战略机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